真的是特大好消息干妈终于恢复如初 带着礼物来和哈米德父亲道歉 为自己前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 不过依旧是决定与自己的丈夫离婚 那么这一回的干妈是真的恢复健康了吗 欢迎来到哈米德三兄妹的生活纪录片 紧接上集往下看 新生的太阳照亮整片山谷 为哈米德一家带来一天新的希望 一家人今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呢 上午十分摄影师来到小屋时 小哈桑正在屋外玩耍 此刻的哥哥姐姐已经去上学了 屋后的父亲正在卖力地工作为了新房屋而努力 小编这两天也看见了大家对于哈米德的评论 主要还是针对孩子们这两天提出 要去寻找肯尼的事情感到不赞同 很多朋友也都认为父亲目前的想法是对 独自一个人将孩子们抚养长大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虽然过程肯定是辛苦的 但总好过没遇到善良的后妈要墙上许多 更何况一家四口努力过好现在的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要再去给自己找些麻烦事来 之前我们也看见过肯尼的弟弟 那位年轻人一看就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如果孩子们真的找到了肯尼那又能怎么样 难道肯尼就真的会答应跟他们回来吗 先不说肯尼会不会跟他们回来 但肯尼的这位弟弟是百分之百不会同意自己的姐姐嫁给哈扎德的 否则当初也不会执意要将肯尼带回家 不会将事情弄得那么糟糕 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哈扎德还是想法过于简单单纯了 没有去设想过这些可能发生的后果 要是到时候让一家人的生活乱上加乱又该怎么办 小编真的不希望看见一家人将日子过得乱七八糟 所以也希望父亲该教育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教育下两个大孩子 尤其是要跟哈扎德好好谈一谈 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不能干什么事都跟在哥哥身后 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人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自己去独当一面的 不过说来说去还是哈扎德的性格过于内向了 才会导致干什么都会听哥哥的意见 但哥哥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有时候的想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小编每回想到孩子们这样不懂事的时候 就会想起他们的亲妈妈 要是妈妈一直在孩子们身边那该有多好 起码能有个大人能够好好教育引导三个孩子 能够让孩子们形成一个正确的思想理念 否则半大的孩子很容易就会养成偏执又固执的性格 这样也是会毁了孩子们终生的 所以希望父亲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工作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才行 小家伙又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最近总是很少出现在镜头前 父亲大声地呼唤着哈桑 却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也不知道小家伙是不是又在哪里导弹 这一回父亲将窗户开在了这个侧面 所以好些朋友便以为父亲没有给新房屋预留窗户 不过看上去窗户的位置确实不算大 估计当地都是这样的修建方式 此刻的父亲正在认真地跪下 其实目前这样的生活状态真的很好 也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事 安心将自家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 两个大孩子昨天也一直在劝说父亲去寻找肯尼 也不知道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也许两个大孩子真的是太渴望母爱了吧 否则之前也不会执意要去寻找妈妈 不过自从父亲失踪回来后的兄妹二人就再也没提出过去寻找妈妈了 可能父亲的消失还是让孩子们产生了心理阴影 同时也可能是彻底明白了亲妈妈真的离开了他们的时候吧 总之后面就再也没提到过思念妈妈这个件事了 其实干妈要是单身的话 那么还真的可以考虑与父亲成为一家 这样哈米德也不会再吵着要妈妈了 大家也就能解决眼前的困难了 但可惜现状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也不知道干妈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跟丈夫离婚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毕竟所有人都希望还能看见曾经那个善良温柔的干妈再次出现 与此同时小编也给大家分享一样好东西 俗话说的好一日三片将不如苦桥来泡汤 苦桥是天然的碱形食物 不管你是用来泡茶喝还是拿来当做主食吃都很不错 饭后也可以喝上一杯苦桥茶解解腻 虽然它的名字带有苦字 但吃起来却一点都不苦 反而带有浓郁的麦香味 喝起来特别的爽口 高海拔种植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 色泽黄润颗粒饱满 采用的低温烘焙保留营养 没有任何添加剂大家喝着也放心 平时喜欢喝茶的朋友们赶快来试试吧 您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点击商品橱窗就可以将苦桥茶带回家 您在哪里买都是买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支持下小编 小编这里保证正品而且价格实惠 感恩大家的支持 此刻的父亲估计还不知道干妈已经彻底清醒了吧 毕竟这几天的干妈就连摄影师都没联系 要是待会一家人看见已经恢复如初的干妈呢 该有多开心 这可是一家人千叛万叛的好消息 想到这里小编都不由地替一家人感到开心 父亲一边干活一边呼唤着小哈桑 今天的小家伙还真是奇怪 一直没有出现在镜头里 估计真的去调皮捣蛋了吧 否则早就在父亲身边晃悠了 房屋的高度应该搭建的差不多了 估计这两天就要考虑买材料盖顶的事 后续的买材料的费用 肯定就是摄影师帮一家人出资 一家人还好有摄影师在背后默默的帮助 也要感谢摄影师帮一家人存下的一笔费用 否则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 那么干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呢 稍后见朋友们